Hi 各位 我是Oden 稍早華為的 MWC 發表會也正式登場啦 完全不意外的 華為折疊手機解決方案 華為 Mate X 就是抓著三星打 不過發表會還是有個小插曲 就是在要播放星際預告片時 不小心按到下一頁 提前曝光了華為折疊星際 Mate X 跟三星 Galaxy Fold 向內凹折的解決方案有所不同 華為的 Mate X 採用被貼被向外打開的方式 整體的轉軸機構採用超過100 個組件構成 在發表會上多次打開 在轉軸打開時看起來還是相當順暢 不過在發表會打開時我們也發現 第一次張開時似乎沒有固定就有垂了下來 後面稍微用力才固定 這點應該會是跟三星解決方案最大不同的地方了 而在設計上指紋辨識一樣跟電源鍵整合在側邊 跟三星最大的不同 就是 Mate X 打開時並不是完全平面 而是採用手柄加上折疊螢幕的解決方案 更巧妙的是 將所有的鏡頭 感測器跟通訊晶片 全都整合在這個手柄裡 並且在收納成手機模式時 也讓另一片螢幕能夠平貼在預設的凹槽中 如此一來除了解決掉三星方案中 折起來有空隙的問題 完全打開時機身只有5.4mm 非常非常薄 即使折起來身體厚度也從Galaxy Fold 17mm 降到了11mm 而另一個大重點是 因為是背對背擁抱 啊不是 是背貼背的方案 Mate X 沒有附螢幕 正面直接擁有19.5.9 6.6 吋的 OLED 全螢幕 背面則是一塊 6.38 吋 25.9 的螢幕 跟一般手機相比 屏占比更高 螢幕更大 而打開後直接就是 8 吋的平板 真真實實的 8 吋平板喔 我想這就是這回 Mate X 最大的亮點了 跟 Galaxy Fold 相比 正面則是沒有自拍鏡頭 所以不會缺一角 在操作上因為有背後螢幕 所以如果要自拍 直接轉換到有鏡頭的那一面就可以啦 沒有再獨立給鏡頭 而華為也透露 Mate X 將會搭載新的萊卡鏡頭模組 分別是 4000 萬畫素廣角鏡頭 1600 萬畫素超廣角鏡頭 以及 800 萬畫素長焦鏡頭 而這些鏡頭同時也是自拍鏡頭 除此之外也跟 Vivo Next 雙螢幕板一樣 可以一邊拍照 同時利用另一面的螢幕 讓被拍的人也能同時看到 規格細節華為在發表會上沒有太多著墨 不過已知的是 華為 Mate X 將會全面支援 5G 採用 8 龍 5000 的 7 奈米 5G 晶片 SoC 則是搭載自家的麒麟 980 配置 8GB 的 RAM 以及 512GB 的 ROM 並且支援雙卡 一個插槽是 5G 另一個則是最高 4G 的插槽 也可以通用華為自家的 NM 記憶卡進行擴充 電量部分一樣是採用雙邊 雙電池 共 4500 mAh 的解決方案 快充上也再次進化 提供 55W 的華為超級快充 充電速度是 iPhone XS Max 的 6 倍 30 分鐘就能將擁有 4500 mAh 的 Mate X 充到 85% 不過稍微可惜的是 華為並沒有確定正式推出的時間 只預告將會在 2019 年中推出 可以確定的是 種種黑科技還是反映在售價上 起售價 2299 歐元 大約 8 萬台幣 邦尼團隊這次也不再說貴不貴 便不便宜啦 我們就等目前兩家解決方案 時機真的上手體驗再說 也期待有更多廠商加入折疊螢幕的新戰局啦 好啦 本期節目先到這邊 邦尼團隊將持續更新 2019 各家旗艦大戰的最新消息 後續台灣若有上市計畫 邦尼也希望能夠帶來實體機台的第一手評測 不要忘記右上角對華為 Mate X 進行投票 或底下留言告訴邦尼團隊 你還想知道哪項功能 或想看的產品測試喔 如果喜歡本期的節目 不要忘記訂閱邦尼幫你 並且追蹤我們的 Facebook Instagram 以及加入 Line Ad 跟我們討論 如果還有其他問題 別忘了底下留言 那我們就下期影片再見囉